各位投資朋友們大家好 歡迎收看點時曾經 我是運打頭顧陳時輝 今天10月11號星期五 今天整個加權指數當然大漲 大漲當然就跟台積電 最近都很強有關係 但是一樣大家要留意的是 其實今天雖然指數是大漲 但是今天其實漲跌加速 包括上跪的漲跌加速 其實大家會發覺 跌的加速還是比漲的加速多 也就是說在這裡的話 個股的表現相當的明確 在這裡也就是說盤沒有問題 但是個股的選擇就相當的重要 當然除了個股的選擇之外 還有整個類股輪動之下你要怎麼樣去尋找短線的切入點 也是最近的一個重點 接下來在節目中我就會稍微提醒大家 尤其是細光子當然我還是持續看好 但是大家還是要留意它的輪動 輪動之下你就要多去注意究竟短線切入點 我們要怎麼樣去做切入 好 那我們一樣來看這個大盤 整個盤面 之前從這裡上去 在這裡我有告訴過大家 這裡超跌 上去 然後下來 我在這裡就開始講會區間震盪對不對 好 那整個盤面 目前我們還是認為如我們的規劃 尤其是十日線 有沒有 它又站上十日線了 表示短線轉強了 整個盤面從之前疊下來 我告訴大家短線支撐 因為當初在這裡談上去 基本上也符合我們的規劃 所以這個短線支撐當然就會有用 那我也解釋過 為什麼短線支撐在那裡 整個關鍵K棒就在這裡 接下來彈上去之後兩隻腳出現 有沒有 我告訴大家第二隻腳出現 台積電也率先回補了 整個要攻際線 然後真的攻上去際線了之後 反而我提醒大家 第一次攻上去之後 其實它還會做回撤 大家要預防 9月26號 結果隔天 隔天開高之後就往下跑了 對不對 然後禮拜五之後 禮拜一繼續往下跑 但是往下跑之後 我就告訴大家 大家反而不用太悲觀 跌了兩天沒錯 但是其實它是 我之前就預告過 因為它回撤季線 它還會再回撤季線 也就是說整個 其實它就在一個區間做震盪 一直要等到台積電17號的法說會 當然最近我一直持續都認為這樣 都是認為它區間震盪 唯一最近需要注意的重點就是 在國慶日之前 我有提醒大家 因為國慶假日 還會有出場的賣壓 畢竟整個國慶日總統會談話 有一些資金還是 怕是不是兩岸會插出貨花 所以它國慶前它有出場賣壓 果然不錯 對不對 包括10月9號那一天 有沒有 尤其是上櫃的 整個開高了之後 其實就一路往下 而且整個下跌加速也很多 對不對 下跌加速都很多 好 那今天當然談上來了 表示這個盤其實還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大家要留有兩個重點 第一個 整個談上來之後 最近當然比較強 整個區間它沒有摸到區間下緣 現在要攻區間的上緣 當然整個還是符合 我之前告訴大家的規劃 但是接下來 下週 第一個 整個在上檔 上檔開始就會壓力比較大 有機會會突破這個上檔 為什麼 因為它下檔確實比較強 但是突破之後 大家反而要留意短線的賣壓 直到台積電17號的法術會 我認為17號的法術會之後 也許盤面就會在整個 我們做不一樣的規劃 畢竟整個台積電 它佔我們台股權值很大 而且其實我們整個台股最近 這一兩名氣勢這麼旺 基本上都是受惠於整個AI所帶動 而整個AI就關係在台積電的業績 所以我們從台積電的業績 當然就可以推測出 未來我們台股的整個走向 這個是最近 包括從最近從這裡掉下來之後 其實我在這裡也提醒大家過熱 對不對 掉下來之後 我認了它超賣彈上來 然後到這裡我剛剛有提醒過大家 這裡有強力的支撐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 然後它真的過了季線 過了季線之後在這裡做區間之上 最近其實基本上這兩個月 都符合我們的規劃 接下來下週大家要留意的就是這些 在這裡提醒大家 好 接下來整個盤面 我們心裡有數了之後 你就可以安心的開始好好的去做股票 當然我們要做股票的話 我也常常講 在這裡除了你要留意類股輪動 所以你要找對股票之外 個股之間的輪動 大家也要多留意 好 那我們先講什麼類股 其實最近才剛在發動 其實大家都可以多留意整個的走勢 之前我就提醒大家散熱了 對不對 什麼時候提醒的 上個禮拜就提醒了 對不對 散熱嘛 為什麼 因為輝達新一代的平台 整個GP200開始要出貨的大家都知道 雖然第四季會比較少量出貨 但是明年就會大量整個出貨 它採用的就是整個水能易能式的散熱解決方案 當然對散熱族群就會有很大的幫助 之前大家會發覺整個散熱族群 他們確實也往下跑整理 為什麼 因為畢竟之前Blackwell整個平台 確實有一些問題 所以它有一點延遲的出貨 那當然就會影響到這些公司 但目前開始又走上正軌的話 我認為整個散熱族群都會得利 那當然我也講過嘛 散熱股王建設 你有沒有看到 它最強勢的 它雖然回了之後 但是整個GP200開始恢復正常之後 你看它今天再創下歷史新高 那當然我在節目中有提醒過大家 基本上我散熱這一方面的話 那我是看好包括像雙紅嘛 對不對 那包括旗紅 那甚至在跌的時候 有沒有 禮拜五其實它都還在底下 那我還特地告訴大家 為什麼 因為我常常講 我們看好的股票其實回檔 反而是機會跌 有很多時候大家要了解一點 基本上很多股價短線漲多了 基本上它本來就會做整理了 為什麼 因為短線獲利回土的賣壓一定有 那當然不一定每一次短線都會壓回 沒錯 但是機率很大 那基本上我們操作 就是要站在機率高的地方嘛 那剛剛我講過整個散熱族群 其實整個為什麼 我會告訴大家齊鴻 整個它一個WD它經過整理了嘛 對不對 相當的漂亮 它不是在高檔 包括雙紅都一樣 它不是在高檔 這些反而你也可以趁機 反而在低檔的時候做佈局 那為什麼我會講這兩檔 當然我有我的道理在 那剛剛我講過嘛 建設散熱族群它歷史創新高對不對 這是10月9號講的 它今天又繼續創新高對不對 但它上半年賺多少錢 11.09 好 大家回頭過來看雙紅 它上半年賺多少 11.64 那它股價在哪裡 股價大概只有建設的一半 包括齊鴻它也賺很多 上半年就賺了9塊多 但股價也在600多而已 但建設呢 建設在接近1500 所以我認為整個它會有 三十雙熊它會有整個 會有比價補漲的作用 的效用在 畢竟它們下半年 尤其是第四季接下來 一直到明年它們的營收 就會受惠GB200持續的 增加它的出貨 好 這兩檔之外呢 那當然散熱大家 還不要忘記了這一檔 建設 為什麼 因為其實伺服器大家都知道嘛 GB200嘛 對不對 那剛剛我也講過嘛 受惠散熱雙熊 但是當這些異能散熱的 整個的解決方案的同時呢 它還是需要風扇的 而且它需要更多的風扇 這些大家要了解 異能 水能 它整個的散熱解決方式 它是被動式的 但是這些熱能 它沒辦法自己主動跑掉 還是要靠風扇 這個大家要了解 所以當然它也會受惠 當然建設整個風扇不只 當然不只在伺服器上面 那也包括在整個很多車用嘛 但是我認為在伺服器上面 它的整個對它的貢獻會最明顯 為什麼呢 因為毛利率的關係嘛 畢竟整個AI伺服器 它是相當高單價的 好幾千萬甚至上億嘛 所以這些零配件 尤其是在散熱方面 攸關它整個運作的順暢度 當然基本上價格就不是問題 所以對它的毛利率 當然就會有很大的幫助 所以大家不要忘記了 除了異能 不要包括那些快接頭也好什麼 整個水能 異能解決方案當中 還是需要風扇 這個就是為什麼大家發覺 是不是建築人今天開始轉強了嘛 那當然其實早上沒有很強 這是我這個圖是早上拉下來的 然後在今天轉強 但是再怎麼樣講 它還是剛起漲而已 我都告訴大家 基本上我在這裡提醒大家的產業 都是剛起漲的 畢竟剛起漲 對我們在股市的操作會有利嘛 你比較容易利於不敗之地 甚至你比較容易會賺到一個大波端 好 那當然等一下 接下來我還會告訴大家 剛剛我講過的整個在這裡 西光子CPO的題材 基本上我還是很看好 但是看好它是整個長遠的產業 整個走勢 那短線上我常講 它股價會受一些 短線上籌碼的因素 所以它會做修正做回檔 但是這個不愛它長線的發展 但細部的操作你就要留意這些 畢竟我們在股市裡面 我們要追求的就是價差 這個價差對我們的成功與否就關係很大 這些下半階段我還會再提醒大家 那當然最近最主要的是大家會發覺 我一直依靠大家的標股 一檔接著一檔對不對 不管它是20%以上還是50% 還是甚至要賣相100%對不對 其實這些標股都可以實現你股市的夢想 我希望大家都能夠跟著我真的能夠 獲製這些成功 所以雖然昨天10月10號過了 這個禮拜一直到禮拜天 我一樣推出這個特會專案 而且一樣每一天前兩名我都優惠在加碼 最主要是希望大家能夠真的跟上這一波 一檔接一檔 那在這裡我們先休息一下 下半階段我會告訴大家 短線上尤其是像很多題材你看好了 但是短線上我們要怎麼樣做操作 好 我們先休息一會兒 照顧 運達投顧成立於民國84年 是一家政府立案合法運作的投資顧問公司 擁有證券及期貨雙執照 更是國內少數老字號的投顧公司之一 投顧業是一門良心的事業 面對的是高獲利與高風險的投資 我們不造神更不沉默 想知道的一切都在鼓動乾坤 好 歡迎回到現場 那我一再講 最近大家有沒有發覺 真的是標股一檔接一檔 不管是20% 50% 100% 其實這些都是你股市的夢想 你可以藉由這些來實現你股市的夢想 但是我也一直強調 機會的出現其實是市場決定的 但是我們能決定的是什麼 我們如何去抓住機會 抓住機會就是你決定的 尤其是你決定要不要來跟著我 來抓住這個機會 這個就是你可以決定的 是不是 所以我推出這個專案 特會的專案 每一天我前兩名在加碼 那我會帶著大家隨時尋找機會 這個就是成功者的特色 隨時尋找機會 那當然在這裡我也要強調整個 我們一般在做股票的過程當中 雖然整個局勢也好 或是說整個產業也好 我們整個是看好整個未來的 但是在操作上 你還是要務實做操作 我常常講基本上要務實炒盤 我一再強調基本上 我的風格就是務實炒盤 我們舉一個簡單的例子 建設一路漲 對不對 一路漲 但是它股價會上上下下 是不是 那當然有很多看圖說故事的 對不對 事後你要看圖說故事的 當然要賺一倍兩倍很容易 但你實務上你在操盤上 你要注意這一些 股價的漲漲跌跌 短線上的漲漲跌跌 我舉一個簡單的例子 之前我是不是告訴大家 揚華 對不對 那我常常講啊 基本上你看好要在低檔買 對不對 看好要在低檔買 我也都在低檔的時候告訴大家 對不對 這個是電視上結錄下來的 9月20號嘛 那後來是不是漲了 幾漲了 連漲了兩天 對不對 那當然我常講過 這些我會帶會員去抓住這些機會 但是我也告訴你 短線幾漲股價要進行整理了嘛 對不對 那基本上你要進行整理的話要怎麼辦 短線上你就要做調節嘛 這個就是務實的操盤 那當然我也 我楊懷也整個帶著會員出掉一半了 但是什麼時候我要再把它整個 我們什麼時機點再把它整個買回來 那當然我們要看整個盤面 我常常講不預設立場 但是它整個短線上急漲了之後 它籌碼亂了 你在務實的操盤上面 你就是要做這些 我常常強調 你要事後看圖說故事的話 一倍兩倍非常簡單 但是大家都知道嘛 你在股市經歷了那麼多 是不是股價會漲漲跌跌 要賺五成一倍沒那麼容易嘛 那就我務實的操盤來講的話 基本上我就是務實的帶著 帶著大家 甚至在整個短線要做洗盤的時候 我也會提醒大家 這個是在這裡我特別強調的 那包括細光子都一樣 雖然整個細光子其實我一路上就很看好嘛 對不對 我從整個八月十九號 基本上我開始帶著會員進去買 我就在電視中一路告訴大家 然後整理這一個對不對 就這一張嘛對不對 八月二十號一路上告訴大家的嘛 一路上就告訴大家八月二十二號還是提醒大家嘛 甚至我還解釋了什麼叫CPU嘛對不對 然後後來呢 後來我們國內也建立了 成立了一個細光子產業聯盟 大家就是看到商機的嘛對不對 但是這些它是整個產業的商機 包括整個了解的話 基本上整個光通訊整個CPU 整個細光子帶動的 整個光通訊的整個成長率 複合成長率其實都高達快二十趴 而且是這幾年來 當然這些數據很多 但我重點要強調的是 這個就是未來的產業 好那當然未來的產業 但是反應在股價上面 它還是會有漲有跌 所以呢所以你看嘛 當光聖在低檔的時候 我提醒大家嘛對不對 十月八號嘛 那當然我常常講過嘛 提醒大家的同時 機會我也是不會錯失的嘛 然後你看嘛 十月九號稍微小漲 我還是告訴大家嘛 對不對 那當然今天漲上去 今天有再稍微回檔 但都沒有關係嘛 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它還有機會 為什麼 法人持股高 融資水位那麼低 有沒有 都是法人在買的 而且光聖整個上半年的EPS 是5.07 大家仔細去看看 細光子題材 有幾個EPS能夠到5塊錢以上的 這個就是為什麼整個 其實我光聖等很久了 因為它整理很久了嘛 它整理很久了嘛 那就在這一天的時候我進場 對不對 這個就是你看好一個產業 你還是要懂得做食物上的操作 那當然我常常講 我最希望的其實是希望大家 整個當然是最好的時機 要底部跟著我做進場 好 那你來不及進場的 那你在整個切入點 短線的切入點你還是要講究 包括你看嘛 重達漲了七成之後 我告訴大家要震盪嘛 對不對 那震盪 甚至跌到這一天的時候 我告訴大家 我認為整理以後還會再攻嘛 對不對 然後呢 它開始轉強了 我Light 8的粉絲們 對不對 我是不是有提醒大家 10月7號的時候 我認為重達要短線要轉強 那天沒有漲啊 沒什麼漲啊 幾乎沒漲啊 對不對 甚至我在盤中隔一天 我在盤中還講嘛 結果那一天就拉漲停 但是拉上去之後呢 我就不建議你再追高了嘛 是不是 但是基本上我認為 它短線震盪的時候 其實只要縫回 你都還是可以找埋點 這個就是短線的操作 這就是我剛剛講過的物實的操作 那當然剛剛光盛也一樣 你只要短線切入點好 對不對 光盛你只要在底下這裡 我提醒大家這裡切入點 今天雖然留上影線 你也不會害怕 為什麼 因為離你的成本還遠 那當然很多 像重達之前 對不對 重達之前 其實我很早就做了嘛 我在8月20號也在節目中 一再提醒大家嘛 8月19號我代會進場了之後 我就有提醒大家了嘛 那時候重達股價還在70左右 然後呢 漲了之後呢 漲了之後我剛剛講過嘛 你要賺五成一倍沒那麼容易 你還真的要抱得住 漲了15%我還是認為它還會漲 我也在電視中告訴大家 這個高點不是高點 對不對 那當然後來漲到這裡了 漲到這裡了我就告訴大家 要進入整理了嘛 對不對 這個就是整個操作上 其實你要遵循這些 這些才是所謂實務的操作 而實務的操作才能夠真正 帶你在股市裡面獲得成功嘛 你事後要看圖說故事 你都會啊 對不對 所以我在節目中我基本上 我幾乎不講那事後看圖說故事的話 因為那個對你的成功沒有幫助 那包括像華星光 我看好 沒錯啊 那當初我看好的時候你看它在哪裡 它在110 120之間 大概110幾啊 對不對 那當然後來我是集中火力做重達嘛 後來重達漲高了之後 9月18號它要整理的時候 我同時就告訴大家沒關係 還有機會 華星光嘛 那時候也在130左右啊 對不對 後來也確實漲了 後來漲了 那我也認為它會沿著十日均線慢慢的漲 每一個股性不一樣 每一個的股性不一樣 好 那當然再來整個 我之前也講過 還有一些不一定是族群 但是有一些個股其實它慢慢的開始有機會 大家都可以多注意 像我也提醒過大家重期嘛 對不對 它整個平台 那它也出量了 法人其實也在積極在買嘛 那為什麼 其實低軌衛星整個在我們台灣 未來還是有機會的嘛 包括它整個業績 你看 9月的業績大幅成長啊 對不對 比起8月分是不是大幅成長 也就是說在這裡其實機會很多 但是在食物的操作上呢 你還是要留意 很多時候其實一支股票 傻傻傻傻 是不是就能賺大錢 你很難抱得住 為什麼 因為它股價會 會漲漲跌跌 你也不確定它究竟會不會真的漲上去 那當然事後論英雄的話 那當然大家都知道嘛 但是食物上的操作就是要這樣 那我基本上我就是希望帶著大家 隨時去尋找這些機會嘛 那大家也知道最近 對不對 我提醒大家的真的是標股一黨接一黨 所以歡迎大家特惠專案 一樣我每天前兩名在加碼 歡迎大家能夠跟著我來 牢牢的抓住一黨接一黨 在這裡也預祝大家下週炒作順利 本投資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神聖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优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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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